觀念時刻帶您迅速掌握潮流趨勢 歡迎收看財經趨勢4.0 我是趙婷玉 首先帶您看到超委半導體執行長 蘇茲峰訪台掀起AI族群話題 他在陽明交大的名譽博士學位典禮上 不只看好台灣的未來發展 更說台灣的半導體生態系令人驚嘆 難得在公開場合大秀中文 20號下午超委半導體執行長蘇茲峰 出席國立陽明交通大使典禮 獲頒名譽博士學位 由陽明交大校長林祈宏 親自為蘇茲峰撥碎 蘇茲峰表示 這週的訪問行程讓他感受到 台灣確實是全球半導體生態系的中心 蘇茲峰也在現場進行對談 對於台灣半導體的未來 蘇茲峰表示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非常驚人 進步速度非常快 效率極高 這就是台灣半導體生態系如此重要的原因 蘇茲峰也指出 AI是未來的重大趨勢 蘇茲峰表示 AI需要所有專業的結合 包括硬體 軟體 系統 應用程式 甚至是商業模式 蘇茲峰表示 學生要解決的不是現今的問題 而是未來的問題 他鼓勵學生能夠對人工智慧 擁有廣闊的視野 擁有的專業和觀點越多 能夠為未來做好充分準備 新唐人亞太電視 曾一豪 林秋曉 王冠玲 張綺麟 台灣新主報導 好 超委執行長蘇茲峰 本週訪問台灣展開固裝之旅 他強調與台灣供應鏈關係穩固 期盼進一步深化合作 重申 台積電是重要夥伴 沒有台積電就無法推出 AI應用的MI-300晶片 超委執行長蘇茲峰 訪台型媒體高度關注 在接受平面媒體訪問時強調 台積電是重要夥伴 否則超委就無法推出 AI應用的MI-300晶片 採用台積電3D晶片封裝技術 超委最新AI晶片 MI-300X內建8顆處理器 效能大幅提升 經濟體數量是輝達H100的2.4倍 蘇茲峰強調 目前人工智慧還在早期發展階段 至少還有5到10年快速發展光景 未來5年產值將高達1500億美元 AI將無所不在 在人工智慧領域超委與揮達競爭激烈 而台灣身為AI伺服器的關鍵生產基地 蘇茲峰睽違四年再度訪台 展開故莊之旅 與超過一千名台灣員工見面 並拜訪生態系 供應鏈 ODM廠商與客戶 說明公司發展藍圖與策略 翻開供應鏈名單 除了主要晶圓代工廠臺積電 長期合作的夥伴還包括豐測廠日月光 晶圓電 組裝廠洪海廣達 核碩等電子五哥 如今更陳出將與IC設計協力廠 享受和群聯談新合作案 在超委創新日當天 合作廠商高層親自出席 而今日南韓媒體報導 超委下一代AI晶片將採用三星製程 蘇茲峰則笑回你相信韓媒的報導嗎 並強調台灣廠商是超委成功的重要推手 與台灣工業的關係很穩固 期盼進一步深化合作 人工智慧熱潮讓不少台灣業者受惠 不過多家AI公司上半年股價暴漲 也已經引起市場過熱的疑慮 AMD執行長蘇茲峰來臺 在先AI浪潮旋風 回答微軟蘋果在內的美國科技股 上半年大幅上漲 但外媒指出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多元化的規則下 大型基金公司不得將超過25%的資產 重壓在主要持股上 科技股漲勢可能告一段落 我們認為科技股短期 的確是有一些調整的壓力 風險可能是集中於開發人工智能 這些科技的公司當中 譬如說我是運用的 或者我是生產硬件 去facilitate這些人工智能的 相對風險會比較低一些 台灣AI概念股也有過熱疑慮 下半年需要留意AI訂單需求 以及明年總統大選政策影響 對台股看法偏向中性 此外費的七月幾乎確定升息一碼 九月還可能再度升息 專家認為下半年全球經濟喜忠有優 四月到九月份 還是維持在四八以下 或者是通膨的數據 沒有明顯的降溫的話 那很有可能在九月份 還會繼續升息 那如果繼續升息的話 那我的憂慮是美國的經濟會出現 更多印章物的風險 大型科技產業的估值 現在大概二十九倍左右 所以這個美股的漲勢 要能夠更為均衡更為健康化 實際上這個產業的 運動是非常重要的 比方說從科技產業 運動到其他的這個景氣循環產業 或者是價值性的類估 外商相對看好東協在內 亞洲股市未來表現 有其日本經濟有望走出通貨緊縮 日本央行明年更可能改變貨幣政策基調 都有助日本匯率 日本股市更有看同 新台南亞電視 池天玲 沈為彤 臺灣 台北報導 再來聚焦 臺灣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 本週法售會上釋出最新展望 雖然AI需求增加 但是總體環境不佳 台積電下修全年營收 預測約百分之十 估計客戶端的庫存 可以在第四季結束時 達到健康水準 台積電召開線上法說 第二季EPS七點零一元 歷史新高 上半年每股賺十四點九九元 但第三季預測 美元營收一百六十七到一百七十五億美元 平均值激增百分之九 低於市場預期 毛利率百分之五十一點五到百分之五十三點五 再度下滑 台積電更是下調 全年財測展望 從前一次的衰退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六 下修至衰退百分之十 對,我們看到了一些不同的東西 他今天与其 今年晶圆代工产值下滑 约15%到17% 客户库存调整 从先前预估的第三季 可能延后到第四季 全年资本支出 320到360亿美元之间 但试况看法转趋保守 针对建厂布局 除了台湾持续投资 美国亚利萨纳州厂量产时程 从原定的2024年底 延后到2025年 日本雄本厂则将如期 在2024年底量产 德国建制特殊车用支撑产能 将加速评估 是,的预估会价格 会出现最高的 以后,在未来的估计 它的预估机 没有均匀 现在的工作价值是从我们的经验 其实是比较高于我们的想象 但是我们试图与美国政府专业 我们将我们的货币能量 我们将我们的货币能量 能够保持公司的货币 如我们预估现在 海外成本高涨也给台积电营运带来挑战 刘德银强调长期毛利率百分之五十三 仍可达标CPUGPU等AI相关营收 越占台积电百分之六 未来五年年均复合成长率接近百分之五十 依旧看好长期生成是AI商机 新唐两家电视胡宗和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 台积电法售会另一个焦点就是美国布局进度 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厂正面临装机人才不足的挑战 导致量产时间不得不延到2025年 大型起重机工程车马布停停运作 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厂因为缺工问题导致进度落后 量产时间不得不延到2025年 We are encountering certain challenges as there is an insufficient amount of skilled workers with those specialized expertise required for equipment installation in a semiconductor grade facility While we are working on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including sending experienced technicians from Taiwan to train the local skilled workers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2021年4月开始动工 目前正进入安装最先进精密设备的关键阶段 据传台积电派遣至少500人前往美国协助支援 在凤凰城工作的共和党政治顾问指出 当地劳动力市场很紧俏 台积电新厂缺工并不意外 在亚利桑那州经商的人都遭遇缺工问题 这也显示美国建厂挑战难度比原先预期还高 而台积美国厂延宕 彭博报导 这可能影响美国总统拜登的连任之路 毕竟目前拜登主打的拜登经济学 正是透过晶片法案补贴 租税优惠吸引半导体回流美国 然而当地生产成本高 也欠缺制造人才 都成为拜登打造半导体产业聚落的重重难题 接着带您看到这一周的财经趋势短波 美国科技巨统微软打造人工智慧帝国 在下周揭晓最新财报前 分析师纷纷调升微软目标价 并热烈海美 看好人工智慧将为微软 挹注强大营运动能 Meta近期推出Twitter杀手Threads 但欧盟民众还用不到 而且还被加强封锁 就算用VPN都无法上Threads 中芯国际本周发布公告 高永刚因工作调整 辞任中芯国际董事长 执行董事及董事会提名 武勇会主席职务 当天中芯国际市值腰转 根据CNBC报导 Google内部从19号 启动一项事办计划 部分员工的桌上型电脑 将被限制 不能连上网路 以降低网路攻击的风险 新唐人雅客电视整理报导 不就这样这样挑战特斯拉 电动皮卡成为新战场 更详细的事物内容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 本周公布第二季财报 营收与获利是双双优于预期 但毛利率下滑 马斯克表示 目前经济正处于动荡时期 如果宏观经济不稳定 特斯拉将持续降价 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 19号公布第二季财报 虽然单季营收创下记录 但特斯拉大打降价策略 毛利率下滑到18.2% 是16个季度以来最低 较去年同期 下降682个基点 一天好像世界经济崩溃 接下来全部都不错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们在 我常说是暴露的时刻 执行长马斯克 在电话会议中指出 目前宏观经济 正处于动荡时期 特斯拉的挑战尚未告终 外媒报道 特斯拉正在对柏林工厂 进行改造升级 包括扩大电池生产 未来产能将提高一倍 达到每年100万辆电动车 特斯拉也表示 接下来将进行大规模的工厂升级 就可能会导致第三季产量下降 但维持今年交付 180万辆车的目标 就算特斯拉盘后 股价加速下探 重挫5% 新唐人亚太电视 胡宗和张祺林综合报道 电动车市场竞争 逐渐白热化 今年更掀起一波价格战 传统燃油车厂福特 宣布调降电动皮卡价格 值得注意的是 时间点就选在 特斯拉首辆电动皮卡 完成生产的时候 特斯拉才刚宣布 完成首辆电动皮卡生产 传统车厂福特 便大动作调降 纯电皮卡售价 部分基础车型价格 下降金1万美元 约新台币30万 降幅达到百分之16.6 降价时间耐人询味 毕竟皮卡在美国汽车市场 占了百分之20 分析认为2024即将量产的 特斯拉电动皮卡 一旦价格与市面上不相上下 将有很大机会侵占皮卡市场 对福特来说 无疑是一大威胁 积极强化电动车领域的 传统燃油车厂福特 今年定期财报 其下电动车部门 产赔7亿美元 仅仅卖出1万2000辆 平均每台亏损 5万8000美元 但福特执行长曾说 2026年前就能使电动车 相关业务转亏为盈 能否实现正义目标 市场高度关注 新唐人亚太电视 成为魔罩婷律整理报道 再来看到副总统赖清德 本周参访台湾隐形冠军企业 车用后座娱乐系统大厂 凯瑞光电 赖清德期盼台湾企业 能够回到台湾生产制造 带动整体产业提升 副总统赖清德手握手把 亲自体验后座玩赛车 周二赖清德参访台湾的 隐形冠冠军凯瑞光电 是车后座娱乐系统领导性品牌 13年的努力下来已成功打入欧美日车厂的供应链 投入高科技软硬体的系统整合 挑战全球汽车品质要求最高的前装市场 凯瑞打入一线车厂 蓝宝尖尼 保时捷 奥迪等国际汽车品牌都是客户之一 而凯瑞去年高雄前镇新厂开幕 投入制造车载娱乐产品 赖清德表示 期盼台湾产业可以立足台湾在台生产制造 不管是科技或是工业 有一些位置 这个先进的民主国家 或是西方国家其实都已经占据了 所以如果国际情势有改变的时候 有变化的时候 我们才有机会 当全球在因为地缘政治的变化 在重组产业链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占有位置 我们怎么要跟面板界做连结 然后不止面板 IC界也是全部要在一起 打台湾群架 缺掉的问题 让很多车厂都非常非常的紧张 那我们站在很有利的地方 是因为我们就在台湾 所以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供应商 跟partner这边有很好的一个连结 因应地缘政治影响 凯瑞将部分产能从中国移转到高雄厂 预计从明年起 所有销往美国车用产品 将由高雄厂出货 新唐人亚太电视 胡宗翰 曾新敏 台湾 台北报道 我带你浏览这一周的重要财经数据 中华电信赴美挂牌20年 力拼兆元企业 更详细的事物内容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中华电信早年 是台湾的国营事业 你今年是否美国发行存托凭证上市 满二十周年 再次在纽约敲钟庆祝 董事长郭水毅认为 成功在海外事故奠定民营化 关键里程碑 未来集团的经营愿景 是朝向兆元规模的科技公司迈进 签注在美国牛交所挂牌上市二十周年 中华电信董事长郭水毅 与前董事长继前交通部长贺承旦 再次在纽约证交所进行敲钟庆祝 更是台湾第一家前身为国营事业 却成功挤身全球最大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典范 有中华电信ADR上市成功 才有中华电信的民营化 第二 有中华电信的民营化 才能够顺利地完成台湾电信产业自由化 多次都是超额任务战略形成的代表 国外组是它是失货的 使得我们对于海外市场有青心 推动海外上市重要推手 前高盛亚洲区副董事长宋学仁 前中华电董座吕雪景 分享海外事故的点点滴滴 过程更是不容易 一九九六年电信三法通过后 中华电启动民营化进程 却碰上两千年网路泡沫 公司事故极为不顺 还有外部质疑建卖国产等各种政治压力 直到二零零三年七月 成功在美国发行存托凭证 海外投资人超为认购多达八倍 顺利把政府持股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下 写下转型重要里程碑 接下来就是我们在整个永续的发展 还有这个数位科技 我们一定要拥抱 所以我们在这个新的 这个数位科技上面 我们绝对不会缺席 中华电美国ADR股价来到三十七点一六美元 是指从当年千亿新台币 冲上约九千亿 获审一也指出 未来会配合台商需求 评估在欧洲地区设立团队 提供国际级服务 许下三大愿景 要成为永续发展国际标杆企业 是为神态系统领导品牌 集团要冲刺 兆元市值 新台俩电视高教人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 为台湾中部培育 智慧机械产业人才 中兴大学智慧机械研发中心 在本周举办 落成接牌仪式 交方表示 未来将加入检测实验室 研发中心 以及会议室 深化产学合作 中兴大学智慧机械研发中心 落成接牌 由校友机械业董事长杨德华捐赠 比照业界规格 为校园人才培育 提供最佳场域 那对于智慧机制造 自动化 这个未来像AI的 这个新的科技 一定要有一个 最现代化的 这个工具机 还有检测的实验室 依据国家发展委员会 对2022到2024年 智慧机械产业人才调查 机推估 电控系统工程师 缺额达百分之四十一 机器人机电整合工程师 百分之四十二 软体人机界面 工程师百分之三十八 学校期望在人才培育 及产学合作 扮演重要角色 中兴大学的机械系 未来再投入无人机 再智慧制造 等等这些领域的人才培育 以及技术的研发 都会扮演一个非常关键 跟重要的角色 科技部 经济部 现在也把中兴大学 这个机械系 这个研发的大楼 研发的设备 校方表示 未来大楼将发展为 四层楼建筑 加入检测实验室 研发中心 以及会议室 深化产学合作 新唐人亚太电视 秋天喜黄雁玲 台湾台中采访报导 对您看到下周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7月26号 联电友达法收费 7月26号 三星产品发布会 7月27号 美国联准会 欧洲央行公布 利率决议 7月27号 亚马逊英特尔公布财报 谢谢您收看 这一周的财经趋势4.0 我是赵婷玉 我们下周再见 we'll see you next time